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由内而外》 电影开头,酱油妹的男友当着酱油妹的面举枪自杀 随后影片正式开始,酱油妹沾着一身男友的血,慌张地跑进了爸爸的店里 接着酱油妹便在店里当着女主的面,也用剪刀插脖子自杀了 晚上酱油妹的老爸正准备打烊 突然酱油妹的老爸不知道看见了什么,然后画面一黑 第二天店员来上班时便发现了被吊死的酱油妹老爸 与此同时,女主的男友杰克是牧师的儿子 杰克正和父亲在教堂里朗诵祷告词 从这里可以看出,整个小镇的人都是基督教的狂热信徒 此时酱油妹老爸的噩耗传来 女主正和同学讨论这件事,突然被前方围观的人群吸引了过去 原来是杰克和狗蛋在打架,因为狗蛋不仅不信基督教,还侮辱基督教 这让兴奋基督教的杰克十分恼火 之后女主拉开了杰克,因为狗蛋与小镇居民格格不入的宗教信仰 使得狗蛋受到的都是周围人的冷眼 只有善良的女主上前帮助狗蛋 之后女主开车送狗蛋回家 而狗蛋就是酱油妹男友的哥哥 到了狗蛋的家,女主进去一边为狗蛋包扎 一边和狗蛋聊天 此时从狗蛋的话里,女主得知 曾经狗蛋的妈同样因为宗教问题被小镇上的人排挤 接着还被诬陷成女巫 小镇的人便合力伪造了一起火灾事故,烧死了狗蛋的妈 随后女主来到卫生间洗脸 此时镜子上出现了女主诡异的镜像人 而另一边,一个炮灰妹刚洗完澡出来,便看见了镜像人 镜像人双眼流血,面目猙獰 炮灰妹吓得立即往外跑 镜像人也如影随形 一下就给炮灰妹堵死了 接着炮灰妹就把手放在玻璃扎上使劲割 于是炮灰妹就这样割腕自杀死掉了 接着女主回到家 说有得知女主和狗蛋接触后 当即就气得给了女主一个耳光 可以看出狗蛋一家仅仅就是因为宗教信仰和小镇人不同 一直以来都被小镇的人用有色的眼镜看待 生活中也是不断地遭受小镇人的排挤与孤立 第二天女主来到学校 因为女主和狗蛋接触的事已经传开 女主开始收到恐吓的小纸条 在食堂里也被周围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盯着看 就连闺蜜也顺带嘲讽了女主一把 问女主是不是脚踏两只船 另一边 作为基督教徒的杰克 继续在学校里给学生们开基督教洗脑大会 女主因为之前杰克欺负狗蛋的行为并不怎么想搭理杰克 结果杰克自己追了过来 要女主借着和狗蛋走近的机会去狗蛋家帮自己偷东西 因为现在小镇的人都在怀疑 接连出现自杀事件都是狗蛋一家引起的 杰克认为这都是起源于狗蛋家所信仰宗教的邪恶咒书 所以杰克就是要女主偷书 女主本来对杰克就已经好感尽失 这种无理要求自然也遭到了女主的拒绝 然而杰克的这些话让女主意识到 小镇的人有多么无法容忍异类 被视作异类的狗蛋很有可能会出事 接着女主便跑到了狗蛋的家 意外的结识的狗蛋表姐 随后女主就告诉狗蛋 她现在有危险让狗蛋赶快逃 但是倔强的狗蛋并不听劝 就连表姐也拿狗蛋没有办法 画面转到闺蜜这边 闺蜜的镜像人也出现了 镜像人一手导致了闺蜜的车祸 接着车子爆炸 闺蜜也挂掉了 很快狗蛋家的家门就被涂了红牛漆 为了不波及女主 狗蛋希望女主不要再和自己接触 结果没过多久 狗蛋的话就应验了 女主刚回到家 摄友就和杰克一家串通好 把女主绑起来送去了教堂 接着几人就强迫女主 做了所谓净化灵魂的可笑仪式 现在小镇的人已经认为 自杀都是源自于狗蛋家引发的诅咒 接触狗蛋的女主 也会被小镇的人定义为是受到了魔鬼的蛊惑 随后女主回到家 因为不愿搭理出卖自己的摄友 于是女主独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而摄友的镜像人也在此时找上了门 接着镜像人就诱导着摄友喝下了具有腐蚀性的清洁剂 成功的把摄友给害死了 随后女主来到厕所 看到了暴毙的摄友 害怕的逃去了狗蛋家 中途女主也开始看见了镜像人 面对楚楚可怜的女主 狗蛋拿出药剂涂在女主身上 声称可以削弱诅咒的蔓延 此时狗蛋告诉女主 自己弟弟的自杀是以自身为代价开启诅咒 这说明小镇上的自杀诅咒完全就是由狗蛋弟弟布下的 狗蛋弟弟这么做 一切都是为了报复小镇的人对自己一家的迫害 画面转到牧师和捷克这边 原来牧师是捷克的养父 捷克的身父因为宗教问题和牧师发生冲突 然后被排除一己的牧师杀害 牧师为了陶醉把所有的一切都嫁祸给了狗蛋妈 之后牧师便和捷克就以清除异教徒为借口 一手策划了烧死狗蛋妈 另一边狗蛋和女主找到了咒书 接着狗蛋便回家利用咒书 开始解开小镇的自杀诅咒 这时表姐闯了进来 威胁狗蛋停止解咒 最后表姐说出了背后的真讲 原来一开始施咒的主意是狗蛋提出的 狗蛋的弟弟为了完成狗蛋对全证人的报复 主动牺牲了自己 而现在狗蛋后悔了 并意识到自己这么做其实是错误的 毕竟渊源相报何时了 但是表姐却不能容忍狗蛋弟弟就这么白白牺牲 于是拿走了咒书 紧接着表姐就去烧书 狗蛋试图上前阻止 两人因此争执了起来 与此同时 杰克带人赶到了狗蛋家 狗蛋无奈之下只能先带着女主逃跑 随后表姐被抓紧接着就被烧死了 狗蛋和女主在森林里跑散 镜像人对女主穷追不舍 就在女主在镜像人的指引下准备勒死自己时 狗蛋及时赶到 而狗蛋此时已经爱上了女主 为了拯救女主 狗蛋愿意用自己的牺牲结束诅咒 最后狗蛋希望女主在自己死后烧了咒书 悲痛的女主答应了 结果就在狗蛋即将开枪自杀的前一秒 杰克却抢先一步射死了狗蛋 这下诅咒是彻底无法阻止了 就在女主烧书时 镜像人再次出现 女主难逃一死 影片最后诅咒蔓延开来 整个小镇团灭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当然别忘了关注点赞和转发哟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